大逆转 陈水扁被积压了 那么这是在法官蔡首逊的裁定积压之下 但是不觐见 而前任元首又在蔡首逊的手上成为接下球 深夜两点半 台北地院一阵骚动 警方立刻展开部署 历经12个多小时的扁案第三次积压庭裁定 陈前总统二度遭到收押 由蔡首逊法官来成立之后 最后的裁定是收押的情形 并且是不用觐见 所有在场的媒体记者第一时间连线直播 陈前总统遭到收押情形 现场停扁民众也按捺不住激动情绪 目前我们有发现到一些零星的肢体冲突 正在二楼楼梯间发生 因为是吴宝玉非常不满这一次的司法判决 他认为司法不公 而且有司法迫害陈水扁 北院顿时闹哄哄 警方调派支援警力维持现场秩序 而庭长黄俊明则是表示 这回陈水扁只积压不进见 尚未曝光的公务员 公务员以及相关人士 有暗中协助提供调查方向 进而泄漏被告诉讼资料的 被诉讼资料给被告 因此何一廷认为 被告有可能有淹灭变造证据 以及国传共患或证人的行为 而且他所犯为 最近本行七年以上是重罪 因此裁定积压 但是认为没有进见是必要 陈水扁二路遭到积压 委任律师郑文龙得知结果 话说得很酸 我们认为说这已经司法被干扰了 所以做这样的一个裁定的结果 就陈前总统的家人的 说法是一点都不意外 特传组抗告成功 历经12个多小时的攻防战 前任元首陈水扁再度成了接下球 周恩轩综合报道 二度积压 清晨3点35分陈水扁坐上了球车 只花了15分钟的车程 就抵达了土城的台北看守所 不过这一次呢 它不叫做2630了 改叫做2185 而且呢也不是住原来的中三社呢 而是入住校医社28号房 那么因为不静见了 因此它每个月 还有23天可以接见 凌晨3点50分 陈前总统搭乘的警备车 抵达土城台北看守所 陈水扁二度收压 陈水扁穿着西装 一下车快步走进台北看守所 时间回到3点35分 大批警力借户下 警备车从台北地员出发 只花了15分钟 又顺利抵达台北看守所 一度传出有大批停点 民众将集结示威 因此警方摆出巨马 站成人墙 一次排开 严防有冲突发生 还好所有的警戒都是备而不用 陈前总统二度积压 传出将住进校医社 而非之前第一次收压所住的 中三设46房 因为台北地院裁定积压不进建 所以将分配到新的房设 连编号也会重新安排 而不是2630 中文新闻李文斌 吴文宇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